珍珍宝贝啊 珍珍宝贝在吗 大王 怎么回事 什么死东西 哎呀 大王啊 咋的了 是这样 我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算是疑问吧 我们家有一亲戚 然后大概三十年前吧 然后就到您那边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吧 就是我们家一个亲戚 反正不是很近啊 然后了抛价舍业 然后就去了 他在国内之前是做医疗行业的 然后呢 到那边之后 就是大概就是在什么个 养老院啊 然后什么的 然后大概过了有个 就是各种打工呗 完了 我听他那意思 他是拿着身份了 但是具体是怎么个拿法 就不太清楚了 完了后来是嫁给一个台湾老头 然后那老头是那种 就瘫痪 就是我弄清楚是偏瘫还是那个 这就是奔人房子去了 奔人房子去 对对对 然后后来这老头 他就反正年龄也挺大嘛 然后他那个时候不是年轻吗 完了就反正把那老头就伺候走了 走了之后大概就是 等于就是说他好像也是反正有钱了吧 有房了吧大概就这情况 继承了遗产 完了之后呢 这老头没有儿女啊 这老头没有儿女啊 这我不清楚 因为他没没没没没说过这事 他说的就是广是把这老头啊 撤就走了 至于他有没有儿女 不是是伺候走了还是霍霍走了 那我就不清楚了 不是你笑啥你整得出 你整得出干啥呀 不是我是 你想什么你出什么画面了你整得出 没有 不是没有 反正后来反正情况嘛 然后再后来的时候他就拿着这个 反正就自个儿就开了个养老院 又开个养老院 他自个儿开了一个 给老头儿伺候走了他开个养老院 对反正就估计是有遗产了吧 就反正有这能力了 完了再后来就是他们家就是他前夫吧 然后跟他这个儿子 然后之前不就一直跟国内呢吗 完了他前夫很忙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又带孩子又上班这种哈 然后呢就后来这孩子反正就叛逆 就叛逆特别早 那他这是这女的咱这么说 刺红老头刺红走了 抱装备了 给派养人装备 现在开个养老院要刺红更多的老头 完了他不是他后来是这样的 就是他这儿子亲儿子不是一直跟国内吗 然后就是后来也叛逆了 然后学业报上 完了就是说他那会也拿到身份了 然后就也有这个条件了是吧 也有钱了 然后就说把这儿子就接到那边去了 接去了以后 就以他这种的话 应该对他儿子就是那种落地绿塔呗 他妈现在他妈现在什么什么什么身份了 应该是入籍了的 入籍了入籍了他儿子他儿子多大了 今年已经就是三十多了 因为他是最大的时候 他得排一点 得排应该是 我不太懂这里面应该是得排 完了他是这样的 他现在是他儿子现在去 后来他儿子去了 去了以后就跟美国那边读了一个麻省 麻省理工啊 妈挺狠的他儿子完了呢 你说是反正跟国内不好学 然后就属于那种 到国内不好去到美国读麻省理工 语言班啊 ESL啊 不知道 然后学的是IT 然后现在说是在硅谷 妈挺狠的他儿子 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说的意思是 因为他儿子可能不适合咱这边的教育模式 对 然后去了那边呢 发粪图强 咱也不知道 就是因财失教了 换了地方了 突然一下腾飞了 对 他的描述大概就是这样的 他儿子国内三十多岁的时候干啥 在出去之前 出去之前 就是他十几岁不到二十的时候出去的 早早的让他妈给接触了 因为他中间大概有十几年 他不跟家嘛 不是你不是说他儿子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才出去的吗 现在三十岁 十几岁的时候就出来了 完了咱美国独上麻省了 出来之前十几岁在国内 谁是成绩不好 到美国一杯冲天了 是 就不知道 就听上去很没有逻辑 是吧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逻辑 也不能完全排除这可能性 毕竟天才业还有吗 不知道 然后反正就跟那边人说 人家是麻省毕业的 完了现在在硅谷工作 完了今年上半年 年初还是上半年 那时候反正回来了 回来一趟干嘛 就是要把他这个前老头也接回去 他前老头跟那边退休了 你看能不能 能不能跟你这姐妹商量商量 让他儿子考个诺贝尔奖 这样的话 碎龙就能实锤我了 诺贝尔麻省理工笑容下降 不知道他这事我本身听着吧 我就觉得 哈 就是那种完全是 啊 就这种状态 你知道麻省理工的一届毕业里面 都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啊 我知道 反正都挺牛的 挺大牛的 而且都是那种精英教育出来的 反正咱不能说完全 他完全不可能上去 但这个确实 沾点凤毛铃脚的凤毛铃脚了 完了他去前老头 不是跟国内线退休吗 麻省不一定是麻省理工啊 麻省还有别的啊 我不知道啊 别人说麻省 别人说麻省 别人把麻省毕业的 那我就默认就是麻省理工 麻省副小 谁打麻省副小 你踢出去 什么麻省副小 别跟人扯毒的啊 已经考上麻省了 行行行 挺励志的挺励志的 回头能不能看看 让你闺蜜她儿子过来分享一下 考上麻省的经验 我跟我们家一亲戚一个长辈 然后他现在就是要把他这个前老头 就也弄过去 意思就是说一家子啊 这么多年了 终于要团聚了 怎么地的 而且了 好像是把国内的一些 就是之前 就是这些钱 就是内容 反正就这些吧 都该卖了卖了 变卖一家 就要给他 就要给他儿子再归 不是你给儿子当归 硅谷当身 麻省毕业的进硅谷 至少年薪三十个大不了几吧 那怎么还卖东西干啥 他儿子干啥呀 啥不够我 你按照咱家刷吻大哥反馈的 你讲话物价这么低 一年近三十 他得涨上二十九万五 他得 你两年就买全款买房了吗 那么便宜 然后人家也开养老院 我就想知道 这养老院跟美国那边 他是 美国养老院确实挣钱 实话是说确实挣钱 因为他是一边耗 耗患者 就是耗这些家属的钱 一边耗福利 耗人家本地福利 耗保险 耗老百姓啥都好 多方面好 确实挣钱 但这个资质很难拿的 不是谁谁拿都能拿到的 没有从事过相关经验的 当然 当然你这个亲戚他有相关经验的 他送走过吗 对对对 而且他说是最早他自个儿刚去的时候 他也是跟敬老院干活 那有可能 那有可能 但是从拿上这个行业 咱说高端点的敬老院 别说那个就疗养院人家 高端点的疗养院 确实很挣钱 这个确实是 一个月老头 他还跟什么修 修费三四千 一个也是自费 那这上面补助的什么 那没算的 那他就想想问一下大王 就是像他儿子这种十几岁 就是不到二十 然后就出去 完了以后就跟那上着学 然后现在归归谷 像他儿子这种情况是 已经是有身份了呢 还是说他就还要排 他妈在这十几岁出来的时候 他妈有身份 他肯定也有 对不对 身份是肯定有的 你是咋的 你打算 不是我没有打算 我只是就是听这事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确实我听也不太可思议 那你成家了吗 你先生 我成家了 过得不好 我过得挺好 那你见他儿子干啥呀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事不可思议 因为他确实是不可思议 他影响到了我 影响到了我们家人 就是我妈妈什么的 完了就是回来就是 就意思就是说 哎呦你看人家跟那边是吧 然后出去了这么多 类似吧 我懂我懂我懂 完了我就因为我关注您时间比较长 您看我粉丝更牌就八级 但是现在我家就关注您之前 我就已经看了您很长时间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吧 我觉得听有点 可能性不大 你又不能说完全没可能 你不能说那个半路来 十几岁来的 没有独生麻省的 那确实也是有的 完了我就听着这事吧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 真点不可思议 完了就是因为家里面人 他不具普及意义 你说来了以后 十几岁来都进麻省 那不可能 就作为一个凤毛领角 当个新闻庭 当个奇闻来传是可以的 我觉得没差过分的 对不对 他毕竟没说他当上美国半主任了 对吧 没说当上美国老大了 对不对 反正现在就是因为 就家里面人回来也会跟我说 说这个情况 你看是吧 那会早出去了 还是怎么怎么地了 然后就是 就大概这么个情况 然后我吧就是觉得 有点传奇 然后我就是说跟你连迈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对对对 可能意义不大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可能性不大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行 那我明白了 好嘞 谢谢大王 等我点事 大王来玩 好嘞 小蜜 好嘞 拜拜 全是女粉 快点快点快点 嗯